NHK 我勇氣了 我勇氣了 沸騰白煙 沙公大名蝦干貝 通通在麻辣湯底滾來滾 這一位一天就可以賣出150鍋 就連藝人沈玉林小鐘都是座上兵 讓鄰人都成偷客 鍋底是關鍵 青蔥翻炒到金黃加入辣豆瓣 花椒粉10種香料 但這全都得靠人力炒2小時 高油溫的狀態 如果沒有一直攪動它的話 它很容易燒焦 一片一片後切安德斯牛小排 0.3毫米切起一盤比臉還大 但其實操客最愛是海鮮 拿著刷子清洗八兩重大砂工 主打現抓新鮮食材 小店一晚就能翻桌三回 但願營收破百萬倍後 可是苦了三年 切材備料然後攻堵 那一個月可能 甚至一萬出頭的薪水 原本是零售業主管 坐委院薪五萬 三年前毅然決然辭掉工作 跑到餐廳當學徒願禮食物 K就算被嘲笑也要撐下去 一開始我們的不管是食材 裝潢 然後還有供應的來源 供貨來源我們都沒有一個方向 白味噌果上芝麻粉 靠人力一球一球捏成圓球狀 顛覆味噌鍋想像 讓客人照個人口味 要加多少就加多少 其實每天的價貨 都是我自己在控制 我可以知道說 今天我交了多少量 我交了哪些貨 然後品質好不好 對老闆夫妻而言 就算一開始跌跌撞撞 但只要堅持不放棄 也能翻出百萬營收 東森財經新聞 張家宣貴寧 彥皇復祥 台北報導